大家好,我是小高姐 今天我们来做酸菜炖牛尾 前一天先把豆腐冻起来 软豆腐,硬豆腐都可以做 软豆腐含水多,里面的孔洞大一点 硬豆腐水分少,孔洞小一些 第二天,豆腐已经冻硬了 拿两块放到温水里解冻 剩下的放到塑料袋里冷冻保存 牛尾用水冲洗干净 你用其他带肥,带筋,带骨头的肉做这个炖菜都可以 先焯水,冷水下锅 水开后捞出 另外一个大锅 把水烧开,放入牛尾 很家常的脊味调料 喜欢辣的还可以多放一些辣椒 如果不吃辣的话,也放一小段来提味 等一会儿,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味道来自于腌好的酸菜 水开后,转中小火,炖煮两个半小时 这是我们上一集做的酸菜 你想吃多少呢,就用多少 切碎 冻豆腐,把它切成大块 两个半小时,水蒸发了很多 肉汤的味道变得非常浓郁 肉已经非常软烂了,也有了基本的味道 捞出调料,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放入切好的酸菜 放入切好的酸菜 再倒一点酸菜汤 酸菜汤里有咸味,不要倒多了 尝一尝味道,如果需要的话就补一点盐 继续加热煮开 让牛尾和酸菜的味道融合起来 烧开后放入冻豆腐 冻豆腐会吸收汤汁的味道 最后快要出锅的时候,放入粉丝 稍微煮软就可以出锅了 炖汤的时候放了一些辣椒 后面又加了酸白菜和酸菜汤 你知道这个牛尾汤的口味是酸辣的 没有加醋 它的酸味全部来自于发酵产生的乳酸 跟醋的酸味不太一样 有一种蔬菜发酵特有的香味 软热脱骨的牛尾肉 配上这酸酸辣辣的味道 非常过瘾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小高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